我们之所以还在堕落 还在六道中轮回 是因为汤寸心 戒在八 叫八戒 我以前提到猪八戒 戒在八 你的走线上没有九十十一的高度 所以只是最高到八 叫八十阔 你只是你的走线高度到八就停止了 再没有九十十一的一帧 一帧法界的东西 所以你就停留在一个最高的天的轮回生死中 你最高到五想天 从一节天升到四节天 四传八定的功夫做得好 升到四传天 升到四节天 从四节天你继续修炼到五色节天 还是天 因为八的最高程度就是天 几国最终的最高的结果就是五色节天 就是你在八十中如果不进化它的话 它的最高的成果 但是这个都是在六道中轮回的 都是有生死轮回的 那么如何的了却生死轮回 那么我在相关的课程中一致提示大家就是超八进九 你要轻到地九 所以大家要重视三位一体的三轴线 这三轴线是不可分割的 也就是说你成就是因为你这个八十的心中里面允捷的物质属性决定了你最终的高底 这叫轻轻者上升为天 轴重者下进为地 半阴半阳者为人为生 这就是我们古人对生命的一个认识 所以你要轻轻者上升为天 你要上到一界天 四界天 五四界天 但一层一层是余望越来越少 你体内允捷的物质越来越轻 大家知道那个轻气球它会飘上空中去 因为它允捷了 里面允捷的那个氢气 所以使它轻它就会飘 所以我们修行人如果是亲近自己 那么你是自己体内的允捷的物质 得以轻轻 那你就可以逐渐的上升 如果你装着东西着重 你就是下降 这个是要在于物 所以修行者一定要重视要在于物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DNA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生物DNA 生物DNA的关键 不在于它的双链 不在于说这两个链条 生物DNA结成的基因 是否是好的基因 正向的善良的基因 解除的是好的细胞 它的关键在于 基因双链中四项 也就是四个简基能否有序的连接 也就是说它的ATCG 我们换成中文的说法叫阴阳 老阴老阳上阴上阳 能否有序的连接 如果有序的连接 那么它就可以生成光 产生光子 产生明 像透明胶一样的 有胶力的 有胶和力的这种明 透明 所以是真正的基因科学中 决定这个生物的健康状况 生命状况的 是那个梦 不是那个两个连接 是最终连接在这个基因中的 这个透明的那个清界 就是那个物质 透明的那个清贝的物质 是否能够产生 那么其中的光子 是否能够产生 这是生物DNA中的核心 如果能产生结成的DNA 结成的基因序列 就是有序的基因序列 然后它产生的细胞 就是健康细胞 就是光明细胞 就是亮面的细胞 然后就不生病 它的核心在这个地方 那么同样的 我们的文化DNA 也就是说 上到我们这个层次 我们的文化DNA 那么我之前也给大家分析了 它也有两个链条的组合 那么也有在两个链条 结合纠结的过程中 交合的过程中 必然产生的物质 那么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 这个基因诞生的 这个三轴线基因诞生的 文化DNA的一个来历 那么它来自老子的 得到经 老子得到经中 提到了两句话 一个叫为智者日增 为智者日增 所以这个链条 必然是增长的一个链条 它就是说 越往高处 它越是一个增长的趋势 那么这个链条 就是我们叫为智者日增 所以老子说 是人而后义 是义而后礼 所以它是从这个地方 一点一点往下 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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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那么它增的就是 由性到智 由智到理 到义 到人 然后再到人 到地 到天 到德 到道 到自然 它是为智者日增 就是说 一个作为理性的人 智者的人 你一定要使自己的道德 增长 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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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的 下降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